大家好 欢迎收看潮玩科技 香港近年大力发展金融科技 其中电子支付是重要一环 不过在同一时间 有关付款卡资料失事的个案 亦有上升趋势 到底目前全球支付安全程度是怎样? 今集我们请来Verizon 亚太区网络安全总监 王才明 Patrick 上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Hello Patrick 你好 新年 最近你们发布了一份有关支付安全的研究报告 其中一个发现就是 企业能不能够达至支付卡的安全标准 其实跟公司防御网络攻击的能力都有关 不如详细跟你说一下 Verizon 其实是其中一间全球最大的支付卡 业界安全标准有称PCI DSS的评估公司 当有些支付卡数据失事个案发生时 我们都会作出调查的工作 在我们最近的报告 就发现了PCI DSS 与支付卡业界的安全是有重大的关联的 在我们调查的支付卡数据失事个案当中 没有一间机构在事发时是达到PCI DSS的标准 而在PCI DSS 12个要求当中 平均这些机构只达到10行标准 即是说每一个PCI DSS的基本要求 是会增加令到数据失事的风险减到最低 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有没有一些透过你们调查发现 有关支付卡数据真的被盗洩的个案? 我也带了两个个案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个案就是我们最近看到 黑客都会相对攻击一些综合性的支付卡的平台 因为这些综合的支付卡平台都跟其他信用卡处理公司有连接 所以入侵到这些平台 令到他们很容易入侵其他支付卡处理公司 他们常用的手法其实就是用一个三路攻击 第一他们就会用钓鱼的攻击 去令到员工去收取一些有问题的电邮 而当员工开了电邮、开了连结的时候 就会下载一些恶意程式 将这些恶意程式在系统执行的时候 就会盗取这些密码 而令到这些盗取的密码可以入侵到其他系统 第二个很普遍在电子商谋的个案当中 我们会见到很多时候系统是未有更新的 这些黑客就会尽量利用这些系统弱点 而去攻击这些系统 而去进行入侵而盗取支付卡的数据 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透过电子的形式来付钱 有没有哪些行业的支付系统 安全的程度比较高呢?有什么原因呢? 在我们的付款卡的安全报告当中 我们都分析了四个和付款卡有关的行业 这四个行业就包括有IT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零售业和餐类业 当中我们就发觉资讯科技和金融服务业 达标的比率是相当高的 原因是因为这两个行业相对应都有现有的安全标准 例如IT服务业都有ISO27000的安全标准 而金融服务业相对应都有HKMA和SFC的指引和安全标准 零售业和餐饮业表现得比较差 Petriot,有没有企业其实连最基本的支付安全系统都没有呢? 在我们评估的企业当中 其实很多企业都有些基本的安全措施 例如有防毒软件 但是有三个安全措施是常常被忽视的 第一个就是更改预设的密码 因为常常购买了一些系统或安装了一些系统之后 IT人员都会忘记了要更改预设的密码 而令到黑客可以利用这些预设的密码去入侵系统 第二就是系统的设定强化 第三就是定期为系统做测试 近年本港也是大搞金融科技 电子支付的发展其实都相当快 如果想提高这些支付服务的安全程度 有什么建议? 其实根据PCI DSS 的安全标准 而去维持这些安全措施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统一这些系统的管理的简化 自动化这些系统安全措施 令到这些系统安全措施 可以持续这样运作 以及有效地运作 而第三就是要专裁的培训 因为你要令到一些员工 可以知道 什么时候有钓鱼的攻击 如何防范这些攻击 以及这些安全措施 什么时候失去效力的时候 要去更新这些安全措施 所以这几件事都非常重要 好,今集就感谢Patrick 和我们分析了电子支付的安全情况 这集的《潮玩科技》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